好大一台变频器啊 上面两个大电机 有一个启动不了 这两个电机都是用这个变频器来驱动 一拖二 就是这一台变频器下面接两台电机 从变频器出来没有直接接电机 而是接了一个焦虑接触器 接触器吸盒才能给电机供电 这是一个 里面还有一个接触器 分别控制两台电机 一大一小 现在是大电机启动没问题 转的正常 里面那个小接触器带的电机是个小电机 启动不了 315的变频器 单独启动那个电机的时候 它不细合 拍下大的给你拍下 然后显示 显示什么样 电机缺三样 估计就细合不上了 等下我给你 那边显示缺像还是这边显示 这个这个 中间接电器吸盒 接触器吸盒 电机运转 大的启动正常 大的运行没问题 把大的光换换小的 开小的 现在接电器吸盒了 看一下变频器 频率上来了 现在应该是电机运转 慢慢的开始运转 显示小电机已经启动 但是没有吸盒的声音 用弯表测一下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 线圈如果有电压 它就会吸盒 线圈没过去电压 所以它不吸盒 为什么没过去电压呢 计电器也通电了 计电器通电是给线圈供电 确定这个线圈电压是220V的 也确定现在确实没有电压 也确定变频器在运行 所以也确定交流接触器没吸盒 我这一连串的确定 到底是哪里的原因呢 还有其他的保护电路吗 看看变频器面板 上面显示 最后一次过程是电机缺三项 我见过缺一项缺两项 没见过缺三项 缺三项就是没通电呗 或者是没接电机 那就是接触器没吸盒 整个缺三项 把我这个从业16年的小电工 给整蒙了 看一下这个焦虑接触器 主线进来 吸盒以后 下面接的是电机线 测一下电机线圈的电阻 看看正不正常 测着三项线圈之间的电阻 很正常 电阻是正常的 电机没问题 三项的电阻一样 看一下线圈 它的控制火线线号是38A40 这边是零线 220的线圈 还好看这个变频器控制电路 这个就是小电机 都是由变频器输出来控制 这两个电机 一个电机一个接触器 小电机开M2 这边有控制电路 开M2在这 它的线圈 往上 往上捋是38A 通过开M1长臂出点 给线圈通电 再往上就是接电器 出点闭合 把电送下来 那就查着两个触点 导不导通 就是有没有电 看这个中间接电器 它的上下触点有没有电 上触点有电 下触点没电 没电是因为没吸合 还没吸合 没亮灯 没电启动 测一下上面的近线电压 触点的近线 是有电的 用电比测有电 吸合以后出来有电 再到KM1的长臂触点 这是有电的 长臂触点出来也应该有电 诶 没电 近线有电 出线没电 这一个不吸合 它的触点应该是导通的 下面这个触点就是 38号接的那个接触器的线圈 它没电 那个接触器就吸合不了 也就是说这个接触器 这个接触器现在没吸合 它的触点应该是导通 结果没导通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触点不好 可以近看一下 上下两个螺丝 连着这两个触点 这两个触点 现在应该是导通的 确实没导通 这个线号 就是连着 那个接触器的线圈 它不导通 那个线圈怎么能吸合呢 我打开这个外盖 看一下里面的触点 它就是个触点不好 拉下闸以后 用弯音表测一下 这个长臂触点通不通 这个时候它应该是导通的 表真没动 这个接触器有两组辅助触点 在它这边也有 也有长开触点和长臂触点 测一下这个长臂触点 也是坏的 它就是不通 那是不是我测这个是长开触点呢 本来就是断开的呢 不是 这个不用怀疑 我相信我的判断 下面我就打开这个外罩 外盖 看一下这个触点是不是断开的 接触器不吸合的时候 这两个触点是闭合的 是导通的 是稳在一起的 现在它们分开了 中间都有缝 这可能是这个支架磨损了 顶不到头了 怎么处理呢 我本想给它外并一个焦虑接触器 让它和主焦虑接触器一块细合 借助这个小接触器的长臂触点 代替原来大接触器的长臂触点 这是个旧接触器 发现这个触点也是坏的 不导通 怎么办呢 那就用监柱前把这个触点 给它掰弯了 往后掰一掰 也就差这么一点距离 这样两头都对上了 有卖触点换一个最好 不过这个不影响使用 毕竟它的电流也不大 好了 盖上盖试一下吧 先测一下这个长臂触点 看看捣没捣通 很好 没问题 大的开怎么没有问题 大的是触点 它的辅助触点影响它 熄合了 测一下电压 线圈 电压220V 正常 变频器运行正常 大接触器熄合 然后断开 小触点链还行 如果这个触点确实不能用怎么办 又找不到替换的 我简单画了个图 这就是那个小中间接电器 一个接电器控制一路 它吸合 给下边的线路供电 开M1吸合 电机运转 同样这个接电器吸合 下边这个接触器吸合 比如这个接触器吸合 主触点吸合的同时 它有一个辅助触点 长臂触点是断开的 断开了KM2的线圈 同样 KM2 在通电吸合的同时 它的长臂触点也是断开的 就不给KM1吸合的机会 视频中出现的故障是 KM1的长臂触点 这个应该闭合的 应该导通的 但是它断开了 所以KM2的线圈 吸合不了 我刚才是修的触点 把触点修好了 如果触点修不好 怎么办呢 可以从KM1的线圈 并出一个中间接电器 或者是焦虑接触器的线圈 我本来打算是给它 并一个中间接电器的 利用中间接电器的 长臂触点 就是在坏的触点上 给它并出一路 就是用中间接电器的 长臂触点来代替原来的 接触器的长臂触点 这样就没问题 这两个线圈同时通电 同时吸合 同时断开 这个触点也跟着断开和闭合 就这样改也是没问题的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